大家好,又是我媽寶 明天跑馬,星期六 我最不喜歡星期六 因為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比較忙一點 不過都不要緊,都要跑了 講回我上次的連贏位 我就不建議買位置Q 因為我還是覺得不會好好睡 都叫做中 如果四川六就虧了五毛錢 怎麼說,都叫做收回本 虧五毛錢 我猜大家都虧得起 因為我很希望另外一種 爆冷就可以更好睡 我想說財財爆冷的話 他也跑第四 不過都沒有話可說 跑第四 如果說是四搭一的話 那就好分了 都是猜的 很多時候都要倒下去才知道 說回明天 我還是要介紹一下 都是練贏位 我會介紹第九場 第九場我選擇練贏位 其實可以買孖寶的 所以是去第十場 但第十場又不是那麼簡單 大耀門現在就是暴民那隻 但是我覺得 光年八十 如果不勝大耀門 其實還可以有得想 但我不介紹這口碼 我直接介紹連贏位 如果聽了之後 你也覺得 也有機會 那你就試試買光年八十 但現在大耀門就是星際快車 你說這隻馬可以不可以 我都覺得OK 最好 就是星際快車 變成大熱的話 那就很難說 能不能忍得到 真的沒有人知道 而且地又不知跑得如何 因為都說有機會下雨 這兩隻就很難吹死 如果兩隻吹上去 就變成八十元 就充屁了 隨便前面爆冷 因為賭馬的東西 都是賭的 只是猜的 第九場 大耀門也是潘頓那隻 就是金寶之星 我都覺得很大機會 但是他派十二檔 什麼可能性都有機會發生 我先選四號 第二隻我會選馬主洪峰 馬主洪峰就是剛剛贏完 理論上他會再搏 反正都贏了 而且他問題有九倍 其實越冷越好 如果他軟 最後到十倍 十一倍 我更加喜歡 OK 不要熱 好了 這隻第二隻 第三隻 我就喜歡那隻 信心星 這隻馬 是方家柏 他一直都跑得很近 第一次跑的時候 距離三個馬 其餘都是一個、兩個、半眼 理論上狀態就在 有時候意外 什麼事都可以發生 我剛才說的那兩隻 如果坐博士 這隻就會突出來了 另外我喜歡另一隻 紅海徑 這隻馬 有些冷味 為什麼呢 是 給了兩家進騎 賠率一定是升 因為對上那次是報紋 接著就是判頓 都很近的 幾次都是跑頸位頸位 我覺得這隻馬 有些少少冷味 如果是買貓寶的話 如果是這隻 和加馬鑽鴻鋒 射在下面那兩隻 這盒貓寶就好分 但是呢 我暫時來說 我自己會不會買呢 我也不知道 我到時候會 臨場跑的時候才會決定 我就是介紹這條 連贏位 不過呢 我再要提一提 另外有一隻 就是怕 就是 報紋騎 羅富泉那隻 這隻 五號馬 快樂高球 我都要看他臨時的票 OK 因為他上次 就是周進樂騎 輸兩幾馬位 跑第六 這隻馬 都有些機會 但是他現在就九倍的 如果你是 剛才那四隻 都說OK的 那你就買那四隻 或者如果你說 你不喜歡梁家俊 那隻 你就可以跟快樂高球 跟他調轉 刪掉那隻 但是 賭馬的事情 是不能談的 如果我知道哪一隻 我就能發達 我 我 我靠賭馬都可以衛生 不過沒有的 真的 奉勸大家 OK 不要 當賭可以一定贏錢 大家玩一下就算了 細細地玩一下 這條就是那條票 就是第九場的 練贏位 那就是 二 四 八 九 OK 另外我或者五號 都有些機 那你們自己取捨 這條票 我會選擇 明天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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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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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三重彩,四重彩,我就不會碰四重彩 三重彩或者也會碰 三重彩的話,我唯一擔心五重彩 但如果買多一隻,就好像很重啟 過下自己決定,祝大家好運 如果你說連贏位的話,你穩陣些 我都覺得就算買位置,這次都可以 今天自己決定 祝大家好運 拜拜